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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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尊敬的义工 那么我们二十年来都是义工 成就了我们讲堂的法会 师父在此 倍感欣慰 那么每一个组都已经驾清就熟 所以操作起来也非常的得心应手 这个都是每一位组长的付出 还有所有的义工的坚持 师父呢 仅代表文书讲堂常驻呢 特别的感谢 无比的感恩 那么 那在去年啊 发生了这个 逆坦啊 在布置的时候啊 不小心啊 电视啊 压伤了 压到了这个义工 我非常的难过 还去上医院啊 所以这个不自主的安全 还是很小心一点啊 电视啊 重啊 有时候不小心啊 这个安全问题 那么也有人在这个厨房啊 或者是外面呢 煮这个大灶 大灶 有时候我去烫到啊 所以这个安全问题 还是特别的小心啊 再来这个行堂主 他这个旁边这些公园帮的啊 因为他们不信佛 他们来这里啊 只想用一个餐 那么佛啊 制的是无浙大会 无浙大会就没有任何的浙子 也就是不管你是凡是圣 我们都接受平等的布施 不管你今天是男是女 我们也平等的布施 不管你今天来自于何方 我们不会浙子 这个叫做无浙大会 那么行堂主啊 处理的很好 因为他们那个数字啊 水平啊 也有的很好 很守规矩 少数几个人啊 会比较异类 这个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不可能 画一道标准 每一个人都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过日子 想要过一个世界和平的日子 一定要有从内心里面去了悟诸法本空 穿了这一双柔和的心 用柔和的心来过日子 才有办法世界太平 要不然是不可能的 绝对是不可能的 每一个人的众生的看法 跟气 都会有不一样的 这正是给我们磨练的时候 那一清做得非常好 在师父在这里 非常的赞叹啊 一清 还有这些行堂主的 那么再来啊 就是我们啊 这里的这些财务族啊 怎么样都非常的认真啊 那么口才也很好 那么最重要的呢 我们也很感谢潘正义啊 潘师姐 他是我们的领导者 其实的总负责人 我们呢也多多给他鼓励 那么明年的义工大会啊 你们就自己开 我是讲到不好意思 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义工大会啊 是大家的时间 那么这师父呢 自觉频繁 每次来啊 都要占一点时间 占用你们宝贵的时间 我非常惭愧 我何德何能占用你们开会的时间 所以明年呢 你们就自己开 自己开 那么如果经过问贱调查 结果 如果说这个开会啊 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们还是很希望见见师父 听听师父的开示 那么这个可以提出申诉 可以提出申诉 对不对啊 那么因为有的人那一年啊 一年一年来到文殊讲堂啊 只有一天两天 从来没看过师父 来看一下师父 啊 因为他就不能在记面里 人眼睛没看过 工修没看过 照片没看过 都不能看到 向向冒出来 哦 似曾相似 厌归人 我好像在哪里哦 而且有时候 有时候呢 他想要看看师父 那没有关系 这个可以在商讨 商讨 这个没有 法无定法 只要你们的付出 师父非常的感恩 所以只要你们有所要求 我做得到的 我一定满大家的愿 哦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讲的这个佛陀的格言 啊 它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 因为高深的任言经 任学经第一地 不一定大家听得懂 可是这里的每一句话 他就立刻受用 马上就进入生活的现实问题 佛陀很快的 单刀之路 就解决我们 现实的生活问题 我们如果把佛陀所讲的这个 啊 奉为归念 真理 那么我们生活起来 生命会不一样 我一直觉得 佛陀的格言很重要 但是有一个 有一面过来 有一面过来 啊 一个义工一面过来 他的意思就是说 啊 师父啊 这个佛陀的格言太浅了 啊 那么是不是师父 在义工大会的时候 开始 稍微深一点的 啊 啊 那么我的观念 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义工大会里面 只有两个钟头 时间非常的短 你要讲大部经典 其实 要一系列的讲下来 其实很辛苦 我也了解说 说这个伊密尔的来 可能是水平很不错 说这个佛陀的格言太浅了 啊 它可能是高水平的 意思就是 开始稍微深一点的 但是以师父的立场 不一样 我们的时间 这么短 才两个钟头 或者最多两个半钟头 那你要开始很深的 那么这没有像任言经 在一系列的上课下来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因此师父认为 在这里 还是受用 比较好 受用比较好 所以今天的每一句话 都是佛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你任何哪一句话 契入 哪一句话 能够 误入 或者是 受用 那就不需 今天的来开会了 那么这个里面没有资料 我资料在师父的手中 所以今天呢 你们要情心贯注啊 心不要散乱 那么上次第四集的佛度的格言讲到 第23小段健康 现在 我们今天呢 是2011年9月25日 啊 我们今天呢 从 第二十三小段 的第一百五十八句 我这里有做笔记啊 一百五十八句 开始啊 智者 第一百五十八句 智者应清除自己心灵的污垢 舍弃感官的享受 使内心 没有挂碍 再念一遍啊 解释一下 有智慧的人 会时时刻刻清除自己心灵的污垢 心灵的污垢 就是所谓的执着 烦恶 烦恼 无名 或者是分别性 啊 这个就是内心最大的污垢 那么贪嗔痴慢疑 这个是习气的污垢 有的是后天性的污垢 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污垢 在《冷却经》里面讲 叫做无始过妄 习气 祭早 就是 这个众生 他莫名其妙 他就起惶恐 莫名其妙 他就起烦恼 无论真理怎么样安慰他 他都没办法 这个就是训练不足 内心的 修行的点滴功夫啊 训练不足 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凡夫要叫他不打妄想 是非常困难的 见心的圣能 你要叫他打妄想 也是非常困难的 他没有东西了物诸法本空 就像六祖讲的 本来乌一乌啊 何处惹成爱 所以 同样是人生观 可是差距太大 你们有没有看到个报导 有一个乡下的阿伯 他看到那个啊 电线杆上啊 停了很多的鸟 很多的鸟哦 他就拿那个楼梯啊 很高哦 拿那个楼梯爬爬爬爬爬上去 就抓到鸟了 抓到鸟 抓到鸟的时候 结果不小心触到高压电 触到高压电 触到高压电 触电的时候 暈了 暈了过去 暈了过去 触碰到高压电啊 没有死亡 没有死亡幸运 人家看说 上面怎么有一个人 躺下来的那个 因为刚好是接近电线杆 没有掉下来 结果站着 暈倒了 结果人家消防队赶快 去救他 你知道吗 救下来的时候 他的右手抓到那一只鸟 死直不放 一个人被高压电电晕了 那手中的那一只鸟 他就是不放 这个就告诉我们 人类的执着是非常可怕的 一只鸟能够值多少钱 它可以冒着生命去抓 可是就是死之不放 这就告诉众生要修行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嘴巴说一说而已 所以啊 自主应清除自己心灵的污垢 使去感官的享受 这些感官的享受 都是错觉 无论你喝了多少酒 不能解愁 无论你看了多少部电影 不能解愁 无论你唱多少的歌 你的无名烦恼还是在 不是歌唱一唱就没有 哦 所以啊 要是内心的垃圾 心灵的污垢 全部除掉 我们现在人呢 重视心灵的环保 重视外在的环保 简单讲 内心没有挂碍 心灵没有污垢 这个就是学活的目的 那么一个人 没有找到波勒智慧 和生命的意义的人 这个人等于没有活过 啊 我们常常讲 行尸走肉 行尸走肉 这个人就活着 可是 跟死人没什么两样啊 完全没有智慧 整天造业 整天仍我死灰不断 那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还过得沾沾自喜 啊 第一百五十九句 假如 假如佛陀说 假如手上没有伤口 假如你的手上没有伤口 你就可以用手来拿有毒的东西 毒素是不会侵入没有伤口的手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没做坏事的人 一定不会受恶罢 这句话的意思 用用意就是说 问题还是自己 解释一下 假如手上 如果我们手上啊 割一个伤口 那么它就细进了 就会感染 所以假如手上没有伤口的话 你就可以用手 来拿有毒的东西 这个毒啊 是不会侵入没有伤口的 所以毒素是不会侵入 没有伤口的手 同样的道理 没做坏事的人 一定不会受恶罢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念头和行为 将决定你下一辈子的 投胎环境 如果 我们能够善业清静 深静 语静 意静 同时一心念佛 在灵命中的时候 它就没有中阴身 往生极乐世界 跟下地义的人 没有中阴身 也就是说 你的善力 善的念力太强了 太强了 因为你这一辈子 深口意从来不去造业 只做功德 只行善 内心的念头 完全是正确的 佛的正知正见 那么在你灵命中的时候 灵命中的时候 就像转账一样 ATM转账一样的 我们这一口气断了 这个摄身败坏了 我们的神势 立刻 在极乐世界的莲花池 就会莲花化身 不需要经过中阴身 因为那个速度之快 就跟转账一样的 人没转立刻就到 台北转立刻就到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 想要了生死的人 听到佛法 听到正法的人 一定要给自己机会 千万要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要致敬其义 所以你今天的念头 和行为将决定你 下一辈子的投胎 我们想要灵命中 更自在一点嘛 那就记得要做善事 要好好的多念佛 起心动念 完全是好的 没有一点恶念 第160句 有活力 常思考 行为清净 能明辨是非 同时 自我耶稣 依照真理过生活 能自我警觉而不放逸的人 必定会更健康 解释一下 有活力 那佛陀重视的 不只是心灵 而且很重视身体的健康 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现在的生活 跟佛寨寺是不一样 佛寨寺像我们披尺 这种袈裟的人 是打赤脚的 没有穿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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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比丘是不穿鞋子的 那我们现在佛法传到 到汉地来啊 经过了2500年 我们不穿鞋子 人家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我们现在的环境也不允许 像那个马路啊 马路啊 有时候我们到夏天的时候 40度 三十几度 对不对 那个马路那么烫 那也没办法走在马路上 所以我们呢 现在大家 每一个比丘 都是要穿鞋子 那么佛陀尘寺在世的时候 没有用车子在带步 你看看阿含经的记载 都是用走路的 佛陀度众生 全部都是用走路的 而走路打赤脚 而以前呢 石头也多 碎石头也多 所以这样走路走路走路 像刺激脚底 刺激脚底 刺激脚底按摩 刺激脚底按摩 这个也是有很深的含义的 很深的含义的 所以佛陀当时在世 当然也有病的比丘 但是佛陀呀 他们用这个 行起的方式 走路的方式 刺激脚底也很健康 所以有活力 要常思考 冷静的意思 常常思考 行为清净 行为清净 就是身口意 不造作任何的恶 能够明辨是非 这个就表示 常常听佛讲的 听经文法 就能明辨是非 明辨是非 同时呢 要自我耶稣 这个自我耶稣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这样 在佛的比丘界里面讲 出家脑他人 不明为撒门 必须要自我耶稣的 出家人永远不可以去困扰 任何一个在家居士 乃至于其他的比丘 你今天一个比丘 困扰别人 就不算是一个佛陀的好弟子 所以要自我耶稣 同时呢 要依照真理来过生活 依照真理 就是活在一个法的心灵之下 活在真理佛陀教法的真理之下 真理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幸福快乐和解脱 我们世间人呢 所谓的幸福 就是儿孙满堂啊 金库啊 很多的金银财宝啊 银行布置里面呢 放很多很多的钱啊 这个叫做幸福快乐 但是在佛的角度来讲 这些都是很短暂的 是无常法的 它会消失也会败坏的 所以一切 佛劝导一切众生 凡是佛陀的弟子 应当活在法的喜业当中 就是要依法 他心中才有幸福 才有真正的幸福 如果我们没有真理 没有法 那么这些如梦幻泡引起的 这个事件 就没有所谓真正的幸福跟快乐 所以为什么要习佛呢 为什么要听经文法呢 也就是说 要得到更确定的 人生目标和方向 和享受这一份真正的快乐 快乐 所以世间人以望为真 用这个望 追求虚望的东西 他以为是真实的 所以他永远不可能会过快乐的日子 而那种乐是麻木 不觉悟的乐 享受一下 短暂无常的 那么这个乐 到最后有时候就会深悲啊 有一个16岁的女孩子 在网络认识一个当兵的 24岁 差了8岁 哎 结果这个啊 品邪金佑的小女孩啊 不欣赏这个当兵回来的这个24岁的 说要分手 就被人家砍死了 后来那个男孩子也自杀了 也自杀了 如果今天他有学佛 他就了解言起法空无自信的 是不是 如果这个男孩子 能够退一步想 拥有他 不一定很幸福 四其他 也不见得不幸福 这种更宽广 弹性的空间 才有幸福的未来吧 是现在的众生年轻人 他卡在某一种观念里面 这个观念稍微一改变 时空稍微一改变 就完全无法承受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依照真理来过生活 了解诸法本来就是因缘生 有缘嘛千里就会来相逢 无缘嘛对面也不认识 那么就知道 言起言灭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不能勉强 勉强就会有压力和痛苦 啊 那么一个学佛的人 不应当给对方压力 和痛苦 所以依照真理来过生活 能够自我 警觉而不放异的人 这个不放异 是很重要的 啊 一个人呢 放异啊 那么身口意就不懂得收敛 他就像一匹啊 脱缰的野马 往外面 往外面奔走这个五一六成 他说不回来 所以啊 警觉而不放异的人 啊 那么 我 就会 就会越来越 身心就越来越健康 啊 这一句再念一遍 第一百六十句 有活力 有活力 佛多说 有活力 常思考 行为清净 能明辨是非 同时 至我耶稣 依照真理来过生活 能够自我 警觉而不放异的人 必定会更健康 第一百六十一句 一防 胜于治疗 有智慧的人 能洞察 什么是恶念 什么是恶行 什么是恶因 便立刻停止 不去照做 而一切凡夫众生呢 等到苦果现前的时候啊 他才悔不当初说 哎呀早知道 不应当这么做 那来不及了 苦的果报已经现前了 所以第一百六十一句 是预防 胜于治疗 那底下是 师父的解释就是说 有智慧的人 能够洞察 什么是恶念 什么是恶行 什么是恶因 便立刻停止 不要去照做 这预防 胜于治疗 第一百六十二句 医生在开药方或进行治疗以前 必须先确定病症 同样的道理 要先扬佛法 也应当彻底了解对方的根气 和所需要的到底是合法 再解释一下 这医生呢 在开药方进行治疗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他是什么病啊 他是什么病啊 这就告诉所有的佛弟子 听到正法的人 了解佛法非常的好 一心一意 想让你视周围的人 来听经 来文法 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期盼 但是你要看看对方的根气 要看看对方的时间 空间还有年龄层 他到底能够接受多少的佛陀的思想 如果年岁太轻了 你硬要把他拉来 那个最多也只能结一个善缘而已 啊 结一个缘而已 所以许多的母亲啊 或者父亲啊 强迫孩子要来写佛 主委 一年不记住写不来的 所以啊 法治内心里面的感动 认同和对佛法身三宝有信心 这个时候可以说法 但是万一没有这样的因缘 啊 来 就结一个善缘来啊 向佛合掌 就这样子 所以像师父碰到一切众生 不随便说法给他听 那有的人来到这讲堂啊 啊 就请师父开示 那我跟他讲 三藏十二部经典 那么深 那么难 那么多 那么广 你到底要从哪儿讲起呢? 啊 那师父就 跟我摸摸定 加持一下 哦 那这个可以 这个简单嘛 这个这样比较快嘛 是不是 要佛法那么深 你从哪儿讲起呢? 哦 所以说 做法师的人 要看当时的时间空间 啊 不知道啊 像世间人啊 这边大家上讲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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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啊 那不可以跟你听啊 那这个法师不懂得时间空间 自己 自己练习口才可以了 所以 做法师的人 或者护法基士 要度你的家人 见识要看时间空间 所以说 你看我们度我们的家人 也是这样子 像度我们的家人 他们喜欢哪一个 就听他的吧 像我爸爸 他喜欢听另外一个法师的 讲他一个 他就蛮欣赏那个人的 而自己儿子出家 很少再看 那也没有关系 你听其他的法师受用就好 法不一定是师父 就像佛陀一样 释迦摩尼佛 有时候要去度这些 带家人 释迦摩尼佛上阵没有办法的 他一定要推派徒弟去 真的严就是徒弟啊 像派摄理佛啊 去啊 牧建年去啊 所以有时候世尊 有时候度不了众生 不是每一个人 看到世尊 就会入道 他这个术世的因言 不在于佛陀 在他的弟子 不过能够引入佛法 也算是很好 不管是佛陀度的 或者佛的弟子度的 都是非常好 只要跨进佛门的一步 都一视同仁 我也是秉承着佛陀的教会 我并不一定要改变我的兄弟姐妹 只要他有一人接触佛法 听到政治正经的法师 我都随许 佛法没有说非我不行 这样就变成勉强了 第二十四小段 叫做施舍 第一百六十三句 田地因为杂草而荒芜 人们因为贪欲而受害 施舍东西 给没有贪欲的人 将可以得到丰硕的果报 解释一下 我们种的那个田 那个田地 田地 我们不种的那个田地 因为有了杂草 而荒芜 也就是说 放着 没有去种植 经济效益比较好的 懒惰也不去除草 所以他就 杂草 荒芜 荒芜的这片田地 那么人们因为贪欲而受害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死死 东西 给完全没有贪欲的圣人 将可以得到丰硕的果报 所以以前说 真布施不怕假和尚 这句话刚好颠倒 真布施要怕假和尚 好的种子 一定要放在最优良 最肥沃的土地 它才会有收成 你不是一个假和尚 他也没有按照佛字的借力 来出家 受戒 来欣喜真理 他拿了那个钱 到底去做什么 没人知道 所以真布施 是要怕假和尚的 佛陀为什 告诉我们 说施舍东西 施舍布施给完全没有贪欲的圣人 这个将来的丰硕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 布施给如佛一般的圣人 他的果报是无可穷尽的 好的种子 一定要放在最优良 最肥沃的土地 他才会有更多的收成 同样的 我们的布施 金钱 无论是哪一种布施衣服 金钱 一定要布施在正法 是真正的修行人 第164句 布施有三种 第一种 是财务上的施舍 第二种 是真理的布施 第三种 是消除众生的恐惧 第164句 布施有三种 第一种 是财务上的施舍 佛陀牙就比喻 在经典里面 佛有一次 抓到了一把种子 抓到了一把种子 就往口袋里面放 说 弟子们 我现在把这个种子 放在口袋里面 在口袋里面 将来会不会有所收成 那大家都知道 这种子放在口袋里面 怎么会有收成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把这个种子 散播出去 金钱就是像种子一样 你越布施 它就越丰硕 但是这个当然要衡量自己的 钱财 能力 你没有这个能力 做了那个负担 压力 那么这个佛不认同 比如说 今天要做水路的 打水路法会 那么 你尽力就好 你的力道 力量到底有多大 比如说 你现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你一定要 布施十万 去借钱 来做水路法会 这个佛不允许 也不认同 因为还要去贷款 不需要 我硬要做十万的 是为了面子吗 还是为了什么 有的人他非常执着 非常执着 我们尊重他的简直 他去贷款 来打水路 可是这个在佛法来讲 是佛所不认同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必要这样子 我们今天就 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水洗一千块 他做得到 这样佛陀说 所有的功德 在洗业的心当中 来完成 意思就是 有洗业的心 他才有所谓的功德 今天你把自己搞得 负担那么重 超越你的能力 没有洗业的心 那个得不到功德 得不到功德 所以我们 也不时出去 要看自己的能力 不时出去以后 就不要 再后悔 再管那些后续的 所以 有一个老菩萨 布施的师父的果冻 师父 我的果冻力 刚有修到 门第一拜 再来 师父 果冻喝酒 门第一拜 那师父 再来 果冻力 刚有修起来 你不知道 吃的喝 门第三拜 这老菩萨很慈悲 但是 看着他都说 他还没说 我就说 好吃 不可以再问了 不拜 一个果冻 问三四遍 不可以再问了 安得好啊 所以那个 施舍出去的 不要一直 挂碍 以后的后续动作 舍出去的东西 就 不用再问了 第一个就是 精确财务上的施舍 第二种 就是真理的不时 这个是出家在家 每一个佛弟子的责任 今天 你只要承认 我们是释迦摩尼佛陀的弟子 我们有这个任务 把这个佛陀所讲的真理 都是给一切的出家众 一切有缘的众生 一切在家居士 这个真理 能够让人家解脱 而且不能吝啬 以前的人 拼了老命啊 死生命啊 都要求得正法 求得解脱的真理 今天呢 我们可以轻松的听到真理 那么更应该把它推广 有因言的话 就在 不管你什么职业 都 要把这个正法的真理 好好的推广出去 第三种 是消除众生的恐惧 简单讲 就是一个佛弟子 不能让众生 有所恐惧 比如说 用行动 暴力啊 像这个 电视常常报导的 地下钱庄啊 报导的 借钱啊 向人家借钱已经很辛苦了 还不起就更辛苦了 他去银行借钱 他没有这个条件 人家银行不借他 他在紧急状态的时候 要向地下钱庄周转一下 到最后都非常惨 有一个人啊 不知道 向地下钱庄啊 借了一百万 结果还多少 还了一千两百万 人家还不罢休 就一直还 一直还 一直还 利息 一直还 还不完 他不还的那一天 人家就要干掉他 就要杀掉他 所以说 我们今天啊 是所有的在家居士啊 所做的事情啊 要很小心 地下钱庄 当然 我们佛弟子 不应当做这种工作 再来还有就是记者 也要特别的小心 你家里人 如果有人干记者的 要很小心 这个记者啊 好的很多 但是你要碰到 那个记者啊 因为他的笔啊 是太厉害了 他一写啊 一发行 明天就几百万份了 真的假的 人家没办法求证了 没办法求证了 好了 第165句 高尚的人 试试东西的时候 心中不存有任何意图 或者是目的 这种不求果报的试试 所产生的功德 是很难测量的 也就是说 高尚的人在 高尚的人在 不试东西呢 心不存在有任何的意图 或者是目的 其实 比如我 不试啊 那别人 要多少的回馈给我 或者是 我想求的什么果报 这种不求果报的 施舍 所产生的功德 是很难测量的 就像虚空啊 无量啊 无尽的 无边啊 第166句 肉体 不是真正的我 因为假如肉体 是我的话 身体就可以自由自在 而不生病了 可是事实不然 我们的身体 随时随地 都会生病 第166句 肉体不是真正的我 佛陀告诉我们 一定要了解 照见五印皆空 这个肉 肉体的色身 是生灭法 是无常法 是会变灭的 所以这个肉体 不是真正的我 因为假如这个肉体 是我的话 身体就可以自由自在 而不生病了 但是我们没办法 这个身体完全不自在 所以人一出生 就已经受到 业力的牵引 但是我们不像世间人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佛法不承认这样子 佛法认为 生命是可以自己主宰的 命运是可以自己掌握的 这样才要写佛吧 那一切都归咎于命 那我们还修学 修学什么佛呢 所以啊 生命也好 命运也好 都是可以自己自主的 第167句 当无我的信念 生之在一个人的内心的时候 也就是当一个人 生信无我的真理的时候 他的内心并可因而达到绝对的宁静 沉着和更泰然自若的境界 这句话特别的好 第167句 当无我就是一切法无我 了解 人无我 法无我 一切法空无自信 延起无自信 所以当无我 这个真理的信念 生之在一个人的内心的时候 一切法无我 那有什么东西可以贪婪 有什么东西可以执着 那么一切法无我 那有什么东西 你在灵命中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呢 在座主委 聪明的人会带走善业 鱼吃的人会带走恶业 这个东西带得走的 业如影随形 所以在座主委 你想要 下辈子日子更好吗 那就记得 一定要带善业而走 所以 有的法师 居士看到师傅在布施 这个法 吓一跳 一印 就是一千万 一花 它都是算易的 师傅你为什么这么坚持 对法的推广 如此的坚持 你身上不要留一点钱吃饭吗 吃饭够了就好 那你想想看 我今年快六十岁了 你命中要带善业而走 还是要带恶业而走 很简单的道理 今天一个出家人 吃住都没问题的时候 多出了钱要做什么 是要把他留在身边 变成恶业 还是要赶快把他 为佛 为法 为生 为众生 舍出去 变成善业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世间人讲说 你要学习 我也要学习 哪一个出家人 要带恶业而走 所以这个钱 是身外之物 只要吃住 够用 我们这个团体 还有分宴 当然一些建设 建筑 够用 其他的钱 一力舍 不为什么 很简单 这样才会有 无量无边的福德 汇集 正法今天不做 明天就会后悔 哪怕今生今世 开始几句佛法 让这个众生 听到了一句 两句佛法 因而身心得到解脱 你看这个功德 有多大 所以师父一辈子 就是做这种工作 我也很少在盖这个大庙 人家一个庙盖起来 道场盖起来是 听说是几十亿 几百亿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 那么有的人 专做放生的工作 有的人专做栽生的工作 有的人专办法会 有人专办学校 那么师父在这里都随喜 都赞叹 那我会立即是一个小和尚 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没有这么多的资金 没有这么多的资金 那么我们只能尽一点点绵薄之力 正法今天不做 明天就一定会后悔 所以本着这个信念 所以师父非常坚持 这个法一定要传 因为一切法无我 能够生殖人心 这个真理 生殖人心 身心无我的真理的时候 这个人所过的日子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快乐的 都是解脱的 都是无所住的 帮助一个人快乐解脱 得到幸福 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坚持 不失 真理 远远 比不失 其他的东西更重要 人类因为有真理 活着生命 它才会有意义 如果没有真理的信息 人类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活一天算一天 什么是人生完全不知道 我们今天有了真理 那活的命就完全不同 生活也完全不同 所以当他了解无我真理的时候 他的内心便可以应该达到绝对的宁静 你看 就为有了真理 有了智慧 这个绝对的宁静 他就是绝对的幸福 世间的幸福 就是希望老公对他好一点 或者是要不然就讨一个好一点的老婆 或者生几个可爱的宝贝的儿女 这个就是最快乐的 可是这些都是无常化的东西 空无自信的东西 未来还不一定会孝顺你 所以真正幸福 是心灵绝对的宁静 一个人真正的幸福 要建立在真理 而真理就建立在绝对宁静的心灵 那么绝对宁静的心灵 就因为拥有真理 而达到真理的解脱 他的心灵就绝对的宁静 这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这个人就会沉着 和更泰然寂寞的 面对一切境界 所以言起无自信 一切法无我 再念一遍 167经 当无我的信念 生殖在一个人的内心时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深信无我的真理的时候 他的内心便可因而达到绝对的宁静 绝对的沉着 和更泰然自若的境界 完全不受外在的影响 第25小段 友谊 112页 我这里 第168句 称智的友谊 味道结佳 诚恳 我们说诚恳 诚挚 的友谊 味道结佳 换句话说 这个世间 是有真情的 这个世间是有真爱的 这个世间 好的人多 坏的还是比较少 那么当我们一辈子 不用虚伪 跟人家交往的时候 坦诚 相见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 诚挚的友谊 所以要从自己 诚恳的交往 无私的奉献 才有办法 交到最好的朋友 所以这个诚挚的友谊 味道结佳 在座诸位 一个人这辈子 没有好的朋友 这个人将会 孤独而死 没有可以谈心的对象 所以诚挚的友谊 味道结佳 这些佳说 要判断一个人的好坏 可以先了解一下 他事作为所交的朋友 佛陀 告诉我们 有两件事情 很重要 一 要良私 二 也要义友 要良私 就是你一定要找到 一个大善知识 来依止 第二 要义友 就是你生活的事周围 这些 都会帮助你 帮助你的 要义友 无论在金钱上 无论在真理上 无论在感情上 都能够 同心协力地帮助你 都能够 跟你的看法一致 而且你真的是 很真诚地 为他着想 他也会为你着想 那么这个朋友 真的是难能可贵 所以交朋友 也需要一点 眼光 有的人就很糟糕 交了一个坏朋友 连命都没有 连命都没有 所以一百六十八页 一百六十八句 就诚挚的友谊 以味道绝佳 第一百六十九句 旅行时 假如没有找到 比自己更好 或相等的伴侣 那倒不如自个儿 单独行走 也不要跟 愚人作伴 你看佛陀 叫你要选择朋友 是有多么的重要 解释一下 比如说 你要去外面旅行 旅行的时候 假如没有找到 比自己更好 或者是相等的伴侣 至少水平要跟你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 出外旅行 你选择的伴侣 是很高的 水平很高的 很有修养 很有邪务 很有修行的 那么就会一直提升你 一直提升你 内在里面的境界 因为他讲的 法 或者讲的话 对你很受用 一辈子受用 那 所以旅行的时候 假如没有找到 比自己更好 或相等的伴侣 那倒不如 自己一个人 单独行走 也不要跟 愚人作伴 也不要跟愚痴的人作伴 这个愚痴的人 是非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 所以啊 有哲学家讲 灵愚智者下 受鞭杖 也不愿被愚痴的人 赞叹 这一句话 讲得跟佛一样 再解释一下 联合 于智者之下 有大智慧的人之下 我愿意受鞭杖 鞭杖 就是一个阁 左边一个阁 右边一个方便的鞭 鞭杖 就是一个木 再一个方杖的杖 鞭杖 鞭杖就是打 联于智者下 受鞭杖 我联合在 大智慧的人的坐下 受到鞭杖 鞭杖 也不愿意 被愚痴的人赞叹 那个愚痴的人赞叹 有时候会害了我们 你还以为你真的 有那样的能耐 再来 灵愚智者同哭 不愿意愚痴同笑 灵愿跟有智慧的人 一起哭泣 跟有智慧的人哭泣 一样拥有真理 拥有真理 有一次我讲了一句话 结果一个在家句子 他听不懂 在家句子听不懂 我说 如果你是明心见性的圣人 人生面对悲惨和凄凉 也是一种美 简单讲 大物见性的人 凄凉也是一种美 因为他二六十中 这世界全部都是美 我告诉你 人类要春观百花开 就会心花怒发 人类众生 他就会去踏青 可是在万物凋零的时候 他就会显得 失气的朝气 失气的蓬勃 可是在大物的圣人 就不是这样 大物的圣人 见到冬天 消色寒冷 就知道万法 都是败坏之相 冬天有冬天的真理 所以凄凉 对大物见性的人来讲 凄凉也是一种美 可是没有大物的人 就不懂得欣赏 他就不懂得欣赏 他一定要看到 百花怒放 开满了山坡 可是了解真理的人 就不是这样 了解真理的人 不管春夏秋冬 他都拥有真理 因此凄凉也是一种美 心境功夫到家的时候 全世界宇宙 没有一样事情 是不美的 不美的 好 再来 所以 这句话再念一遍 旅行时 假如没找到 比自己更好 或相等的伴侣 那倒不如自个儿 单独行走 也不要跟愚人作伴 一百七十句 朋友的残语 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同样的道理 敌人的侮辱 有时候也能矫正你的错误 一百七十句 朋友的残语 残语 你们会写嘛 残 就像左边一个岩部 右边一个下线的线 的这个陷阱的线 的右边 残语 这残语呢 就是不是事实的好听话 就是拍马屁的话 恶以奉承的意思 朋友的残语 就是恶以奉承的 不实事 不是事实的好听话 拍马屁的人 这个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因为赞叹的实在是不实在 你这个人怎么样好啊 你这样怎么了不起 他就对方就没有这个优点啊 你那个赞叹不对称 所以这个赞叹一个人 要有真实 不可以过度膨胀 或者是过度的赞叹 这样不好 所以赞叹一个人 必须要恰到好处 而且那个是事实 给对方一个勉励 有的佛弟子啊 邪佛邪到一半 人家说 随喜功德 称赞如来 他就称赞一切众生 这众生 也没有那么大的优点 他就一直赞叹 一直赞叹 赞叹到最后 对方挡不住了 动不掉 所以这个就不好的 所以朋友的残疑 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同样的道理 敌人的侮辱 有时候也能矫正你的错误 因为敌人最先看到你的缺点 所以佛都告诉我们 我们要感谢你的敌人 就是每天跟你做对的 那个你要感谢他 现在大家都想做好人 很少人要做坏人 所以每天跟你过意不去的 我就是要找你麻烦 我就是要跟你过意不去 有的人好好的生活不过 跟自己过意不去 为什么 在家里自己越想 就越发怒 也没有人理他 也没有人理他 他就发神经一样 发神经在家 自己想自己生气 自己想自己生气 就跟自己过意不去 再来 也跟别人过意不去 他什么事情 都一直找别人麻烦 就跟自己过意不去 也跟别人过意不去 他就是要过这种日子 那你有什么办法 有没有这种人 有就他就是有 就是有 如果碰到这种人 你一定要感念他的恩 他对你是有恩的 因为真上眼有两种 一个是顺着真上眼 一个是逆真上眼 他就是视线逆的真上眼 一天到晚找你麻烦的 跟你过意不去的 这个是明明没有他的事 我们两个在谈 人家他也要插一脚 对不对 不了解人家的来龙去脉 也要做 也不做客观的批评 他就认为 你怎样怎样不对 你怎样怎样 他就一定要插一手 所以这个人活得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啊 法无定法了 再念一遍 朋友的残疑 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同样的道理 敌人的侮辱 有时候也能矫正你的错误 所以要感恩 感谢你的敌人 第171句 你应当知道 下面这四种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遇到困难时 肯帮助和支持你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二 能通甘共苦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不是酒肉朋友 第三 能使你得到益处的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四 具有爱心和慈悲心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就解释一下 这段有点长 现在是佛陀教你 如何来选择朋友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在选择朋友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了佛的这个理念 那么你选择朋友 就会得心应手 也不会选错朋友 第171句 你们应当知道 下面这四种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一 遇到困难时 肯帮助你 和支持你的人 才是真正的朋友 不会说 碰到了困难 大家 平常讲得很好听 我就是你真正的朋友 我是你的怎么样 我一定要 你不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我停你了 讲得很好听 可是碰到困难 没有人帮忙 但是困难也要看情形 困难 看到对方有没有这个能力 来帮助你 比如说 你碰到困难 你要跟朋友借 麻烦你先借我一百万 阿弥陀佛 我要靠一百万借你 这个困难不是说 无穷无尽的一种 施舍 要求对方来施舍我 不是的 我们是能力 人的对方 有没有这个能力 来帮助我们 所以说第一 要遇到困难的时候 肯帮助我们 和支持你的人 不会中间落跑 这个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不是这样的 不要跟他交朋友 你碰到困难 他会安慰你几句 那么会不会在旁边 鼓励你 也不会落井下石 对不对 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说 你去死好了 他就说 有没死就对 你又去没死 他就想不开 真的去死的话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嘴巴 就可以帮助很多的众生 他在失去希望的时候 鼓励他 打个电话 勉励他 支持他 但是这个也看情形 有的人 好手好脚的不去赚钱 像电视报道的一对 姐姐跟弟弟 说跑到一个空旷地 无论的地方 要等死 为什么 善尽了所有的家产 又没有一技之长 姐姐跟弟弟 遗书写好了 交给他舅舅 请他舅舅来收尸 你看这个多悲哀 好手好脚 好手好脚 好手不贪钱 整天想要人家杂 你说这有悲哀吗 对不对 那你要帮助他还是不帮助他 所以这个帮助他 还是要用智慧的 用智慧的 别变成养成他的懒惰习惯了 对不对 第二 能同甘共苦的人 而不是酒肉的朋友 才是真正的朋友 能同甘共苦的 不离不弃的 这样的朋友 可以交 第三 能使你得到一心向善 内心解脱的真正受益 才是真正的朋友 再念一遍 第三 能使你得到 你会让你一心想要去做善 行善 向善 而得到内心的解脱的人 这个 才是真正有益处的朋友 所以能使你得到益处的朋友 才是真正的朋友 得到什么益处 一心向善 内心得到解脱 第四 具有爱心和大慈悲心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这个人没有爱心 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很残酷的 这个世间需要爱了 而且需要大爱 更需要大慈 大悲 大喜 大舍的圣者 每一个人的心 本来记住 有佛的智慧 有佛的 持悲喜舍的心 所以我们 要交朋友 意思要具有 大爱的心 和大慈悲的心 这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172句 宽容和忍耐的人 将可以得到朋友 得到财产 得到名誉 和长久的安乐 也就是说 人需要宽恕 的心态 和忍耐 诸位 宽容 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些人讲 犯错是平凡的 犯错是平凡的 原谅 才能超凡 在这个世间 只要 他是凡夫 他就一定会犯错 人的一辈子 不可能从出生 长大到死亡 没有一个人 是天生的释迦 是自然的弥陀 每一个都是凡夫 所以凡夫 他一定会犯错 尤其是生 口意 哪一个犯的 比较严重而已 哪一个人没有犯错 没有犯错就是圣人 所以犯错是平凡的 因此你要给众生 一个什么 一个宽容 还有再来就是 要忍耐的心 宽容的心态 和忍耐的这颗心 你就会得到 很多的朋友 所以简单讲 就是不要刻薄 讲话不要太刻薄 或者是人家冒犯你的时候 你一点都没有原谅 他的心态 这样不可以的 因为只要是凡夫 就一定会有过去 所以我们了解 每一位圣人 都有他的过去 每一位凡夫 也都有他的未来 人应当用更宽广 宽容的心态 来面对 所有的众生 你要要求众生 每一个人都是 成圣成险 那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啊 每一位圣人 都一定有他的过去 每一位凡夫 也一定有他的未来 人应当用更宽广的 人生的角度 来看待每一个众生 这个就是宽容 和忍耐的人 这样可以得到朋友 也可以得到财富 因为你的外源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也得到名誉 和长久的安乐 所以我们了解 佛陀在经典里面讲 忍辱多福 忍辱多福 一个人有忍辱的人 他的福报就越来 看起来好像傻傻的 被人家欺负 可是他这个忍辱是功夫的 这越来就越多人支持他 你一个人一天一天 每天批判别人 我告诉你 你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 你今天会批判别人 哪一天人家 你就会批判别人 你今天会批判假 明天你会批判假 有一天我跟你做朋友 你也会批判我 一个人反目成仇 怒目相似的时候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忍辱的人多福 记得 禁止结交不出恶言 今天我们两个 大家心情好的时候 做一个朋友 人不犯我 我不犯你 就算有一天 我们的好朋友 离我们而远去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或者只有你们两个知道原因 或者是不需要去探讨原因 就自自然的分开了 记得师父的话 君子结交不出恶言 两个人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但是记得要守住自己的口业 万事他得逞一人 朋友走了 你今天在背后 你一直把他讲得很难听 一文不止 告诉你 你的人格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人家 有智慧的 记得 不要把众生当傻瓜 人家活在你的四周围 自然会感受到 你的慈悲 你的身口里有没有清净 人家会感受那种氛围的 人家跟你 平立不一样的时候 人家也不会去伤害你 人家会默默默默的 一直离开你 一直离开你 所以在座诸位 当你的亲朋好友 一个一个离开你的时候 你就要冷静自我检讨 坏 为什么 如果你还一直说 龙马把人不对 我没什么不对 要走走去走啊 这一句又讲错话了 所以 朋友是长远的 他不是一时一刻的 你要 朋友之间走得很长远的路 双方面都要克制一下你的情绪 所以万事得成一人 交朋友也是一样 你要 想要拥有财产 也是一样 拥有荣誉 名义 也是一样 要长久的安乐 没有容忍 宽恕忍耐的心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佛在 今天里面讲 忍入 接近第一地 哎呀 讲得真是好 我们 我们如果对第一地啊 还不能够 深刻的体会 那就佛这句话 就好好的体会 忍入 接近第一地 意思就是说 你第一地 虽然没有办法 能所双亡 但是你真的很能忍 扣不出恶言 态度柔软 那这个人不得了 等于接近第一地 等于接近开悟的圣人 第二十六小段 财富 第一百七十三句 一笨的人说 我有儿子 我有财产 这是有烦恼的 因为他自己 尚且不真正属于他的 何况他的儿子 或财产呢 第一百七十三句 第二十六小段 讲财富 所以一次的人 一笨的人 就说 哎呀 这是我的儿子 我有多少的儿子 我有多少的财产 佛陀说 这是有烦恼的 有的东西 他就会败坏 因为他自己 的无一生 尚且不能真正属于他的 一切法 无我嘛 这个色受想行事 构成了这个色生 尚且不属于他自己的 何况他的儿子 或者是财产 因此 因此 你要了解 在座主委 你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 你的钱财 你是要握住 到死亡 还不肯施死出气 变成一种恶业 因为你有钱吗 你有能力吗 还是要你今天 你能够掌握 我有钱 我经济不错 我一定要在往生前 把我的金钱做一个安排 财产做一个安排 为什么 我做我的功德 不能等到儿子 儿子会不会替我们做功德 就算儿子替我们做功德 七分我们才得一分 还要做对的功德 不是做错的 所以 这句告诉我们 一切法本来就 不是属于谁的 这个只是因延生的东西 钱在你那边 暂时你用一下 钱在我们这边 暂时我用一下 说我们的这个世间 世间为我所用 非我所有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只有使用钱 没有所有钱 那么观念很正确的时候 我们就会了解说 我有很多的儿子 这是一次的观念 我有很多很多的财产 这个也是一次的观念 因为这些都是会败坏的 记得 钱只能用到你离命中 你记得师父的话 你认为这句话很平常 不 这句话含义很深 钱只能用到你离命中 等到你眼睛一闭上 你还发现 我还有几千万 还有那么多 还有那么多栋的房子 还没布施 那你这辈子的业 就没有做到很多的善业了 来不及布施了 第174世纪 拥有很多财产 大量的黄金和食物 而且只贪图自己奢侈的享受 是导致堕落的一大因素 第174世纪 你拥有很多很多的财产 大量的黄金和食物 而且只贪图自己奢侈的享受 什么都是为你个人 为你自己一个人 我好就好 管别人去死啊 这个就是导致堕落的一大因素 所以你开悟见性不一样啊 大悟的人 我就是你啊 你好好的吃饱 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 你快乐 我也很快乐 为什么 万法平等嘛 我你他都平等嘛 所以大悟人的心情是 我就是你嘛 我伤害你 等于伤害我自己的清静心哦 你就是我嘛 为什么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从四大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色身 都是地水火风构成的 你们也是啊 所以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平等啊 再来 那么 我们每一个人 人人都有佛性啊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 所以我就是你 你就是他 他就是我啊 你我他其实就是平等啊 所以站在四大的假和的角度来讲 我你他 他都是平等 站在佛性的角度来讲 我你他还是平等 站在空性的角度来讲 我你他还是平等 站在死亡的角度来讲 死亡是最公平的判官 躺下去通通平等 死亡就是最公正的审判官 躺下去 皇宫贵族剩下一堆白骨 乞丐 剩下一堆白骨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死亡是最平等的审判官 所以你就慢慢体会到佛陀说讲的平等 处处可以发现的 人一出生就是平等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力去伤害别人 或者是看不起别人 对不对 站在无常的角度 万法都是败坏之相 平等 站在延期的角度 诸法空无自信 平等 站在世大的角度 大家都是地水火轰的角度 平等 站在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平等 只是因为业大 每一个人的业力不一样 后天的出生 貌相不一样 千差万别 可是究竟平等 为什么 诸法空无自信 体会了这一点 你怎么会去看不起别人 看了有钱的人 要拍马屁 你没有钱的人 不屑一顾 诸位 这个也是我们堕落的原因 不了解 事法平等 无有高下 所以第174季说 拥有很多财产 大量的黄金和食物 而且只贪图自己奢侈的享受 是导致堕落的一大因素 所以在座诸位 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不实 而且 什么是有智慧的人 在对的时间 对的空间 做对的事情 如果你在 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空间 做对的事情 那没有意义 譬如说放生 你买了很多鱼 做对的事情 可是 时间 跟空间 这个 淡水鱼 你把它放到海水 放入大家 做对的事情 做对的事情 可是实境空间不对 就是错 所以 什么是有智慧 在对的时间 在对的空间 做对的事情 这个三种条件要合合 才是有智慧的人 你175句 财富会毁灭 一笨的人 但不能毁灭 想断除 烦恼的人 当一笨的人 可爱财富的时候 他不但害了自己 同时 也损了别人 解释一下 没有智慧的人 他拥有很多的财富 就一定会毁灭他 会毁灭一笨的人 欧洲 有一个人得到大奖 就是我们现在 大乐托 买那个彩券 他中了第一特奖 得到了十几亿 他怎么样呢 他那些钱得到以后 开始酗酒 开始赌博 彻业不归 为什么 他太有钱了 他得到了十几亿 还不晓得怎么花 一辈子都花不完 结果怎么样 酗酒啊 打牌啊 跳三个月 统统没有休息 因为他太高兴了 结果三个月 零一天 突然心脏麻痹 心脏麻痹 倒下去 来不及了 台湾会说 台湾会说 他如果不要到那里 他今天会死 就是到那里 就是死 所以财富会毁灭一个一次的人 一笨的人 但是不能毁灭想断除烦恼的人 当一笨的人可爱财富的时候 他也不但害了自己 同时也损害了别人 变成了无恶不作 你看知道这个事件的为了钱 你看伤害了多少家庭 道德沦丧 无恶不作 为了这个钱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死亡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 要懂得知足 用最少的欲望 最少的财富 就可以过 你的人生 幸福快乐的人生 还是在一念之间 第176句 在家人应该把财产分为四份 一份 供日常使用 两份 作为储蓄或施舍之用 另一份 留作紧急备用 你看 佛陀还叫我们 怎么安排金钱 安排金钱 在家人 应当把财产分为四份 一份 供日常使用 比如说你赚一万块 比如说你赚一个月 赚两万块来讲的话 那么五千块 就是供日常使用 佛陀可能不了解 现在的物价太高了 可能是农业时代 大概可以 现在一睁开眼睛 今天讲的泡面 涨了几成 牛奶又涨了多少钱 是不是啊 佛陀当时候可能是 一物一物 可能 东西都很便宜 现在两千五百年后的 现在台湾这种生活 还是很 很高 物价指数太高了 那么在 在这个 在这个 不过这台湾 还没有 入榜 最贵的地方 美国的纽约 东京 东京 伦敦 首尔 法国的 巴黎 巴黎 这个是入榜的 就是 这些城市 还有Vancouver 温哥华 温哥华 那多贵 你知道吗 一杯咖啡 一百多块 一杯咖啡 在国外 台湾 自己泡 对不对 自己泡 三合一的 那一杯 不要十块钱 二十块钱 可是在国外 就是贵得不得了 有的人 就是一定要去 喝那种气氛 气氛 这个不够贵 我有一次 去首尔 他们说 师父 来楼下喝咖啡 我说 好 这样就好 走 来楼下喝咖啡 好 走 我叫做是真相 因为我 师父 也很大 我都没有感觉 很贵 人们准备 走到楼下 来 走 来 来 喝咖啡 楼下酒 这很快 问说 多少的韓币 一杯咖啡多少 五百几块 我几楼下咖啡 还走 这样不可以喝 会死也不可以喝 一杯咖啡五百几块 阿弥陀佛 这要喝下去 一杯咖啡五百多块 韓币 一比二十六 一比三十 我说 喝就好 喝就好 对不对 你们拜了这个师父 真的很好 我的口袋里面 通通是韩币这么多 一大碟 我换好的 准备好的 就是喝不下去 我实在是真正有够好 还有够缺的舒服 或者习惯情 就是喝不饿的 就对了 一杯咖啡五百几块 那个怎么喝都喝不下去 也没有必要喝到这样子呢 所以是你到巴黎或者到东京 对不对 你到东京去的时候 游过哈马或者是横滨 那个你也吃不下 那个一个包子 我说这个一个包子多少 一个包子 他说两百五十块 这三百块 他说两百五十块 台票喔 不是立票 立票说八百块 那是你吃怎么 包子再送来 不敢吃 没有办法 所以我去日本 就写 只有写一句话 就解决了 就写一句话 每次去问完 我一定会跟他讲 这个好可爱的事 真贵啊 大家问你都买买了 真正 那一次有时候最孝顺了 带着俗马去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喔 就是这给他买俗马 这辈子最贵的衣服 十几万日币喔 日币喔 我也买给他 因为不是我要穿的 因果他自己负责 因为我孝顺你 那个我买不下去 但是俗马要穿的 通通买给你 通通买给你 所以我们台湾的物价指数 还不算是全世界最贵的了 尤其是高雄 来高雄生活就简单了 高雄的物价在台北 差不多剩下一半了 剩下一半 或者是三分之二的物价 在高雄是还好了 还好 所以记得在外面赚钱 那一定要回来高雄花 会好 算才会好 一份公日常使用 两份作为储蓄 或者是私使之用 两份 为什么要储蓄呢 在座诸位 今天最悲哀的人生 就是在台高足 以债养债 这个却是最悲哀的人生 为什么 因为他每天都是压力 为什么受货 有办法 有能力还给人家 所以他的生活 会不健康 这个是佛陀 所最忌讳的 就是你借钱 来做水露法会 或者你借钱 来养活你今天 而不懂得储蓄 这个就是佛陀 列为没有智慧的人 要以债来养债 所以我们一个佛弟子 记得一定要多多少少 有一点储蓄 才有未来 这一点我做到了 这一点我做到了 佛陀刚 要除夕 我确实有除夕 一点点 一点点 再来 两份作为除夕 或者施舍之用 因为我们佛弟子 不是修福就是修慧 修福修慧才能成佛 所以你今天 你要来打水路 要想要共佛共法 共生 那你想想看 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忽报修不到 当然你也可以用行动来表达 可是你看别人在布施 心里也很难过 我没有钱了 我一生都是债 债务的债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看人家的福报 那就是诸位 没有福报的人都惨了 有一个工程师 他跟他老婆 一直除夕赚钱 就除夕 除夕 除夕起来 又买一千万的房子 就除夕 除夕 到了一千万 除夕有了 这个买下去了 一千万 买了 买了以后 哇 这个房子 价值大概一千五百万 至两千万 他们赚到了 赚到了 你知道吗 隔了一年 隔了一年 人家跟他汇报 说你买的这一间 是凶宅 凶宅是什么 你敢知道 这是里面有 上吊 死人的 或者是谋杀的 这不得了了 他去找仲介 人家不退婚给他 要找那个卖屋的 那个卖屋的屋主 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 人家一卖 搬到国外去了 你先看看 这样有衰吗 家里小孩子常常看到黑的影子 那个小朋友 无缘无故 就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那你想想看 没有福报就是这样子 除息了一千万 却买到了凶宅 另一份就留作紧急来备用 底下第177句 说一个人用钱应该合理 并且跟他的收入成比例 不可以过度浪费 也不可以吝啬 更不可以处心俱虑地贪图他人的财富 也不可以挥霍 也不可以挥霍 奢侈 你看 佛陀真的是大圣人 他连这个细节都给你想到了 来告诉佛的弟子 应当如何运用金钱 第177句 说一个人用钱应该合理 并且跟他的收入成比例 只入不出的人 这个人就是吝啬 只收入一点都不肯付出 对朋友对家 一毛钱打24个节 当然他有他的立场 不过这个就太吝啬了 一点都不肯 一毛钱都不肯施舍了 所以用钱了 这个就不合理了 收入太多 结果一点都不肯施舍 不可以过度浪费 也不可以吝啬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有的人电风扇一开 那边没有人也不关 不关 有的人冷气一开 那边也没有人 冷气也不关 那你看看 在座诸位 你的下辈子 你哪有钱可以花 有的人 一放洗澡水一放 结果电话来了 去接 洗澡水忘记关了 他就一直溢出来 一直满出来 诸位你要记得 所有的事都是自己的福报 自己的因果 所以在座诸位 应当从细节上 你哪里 电灯没有用到 赶快关起来 冷气没有用到 赶快关起来 但是该用的 要打开 还是要用到打开 对不对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注意这些细节 比如说你要出国 那么10天 那么把那个插头 会耗电的插头 拔起来 电力公司 也有这样子的指导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今天 要出国10天 或者是你要远行 10天 把家里所有的插座 当然不要把冰箱拔起来 冰箱插座拔起来 冰箱里面就是 有东西会坏掉 所以说该省的 就要省起来 那么 诸位省不是为了精神精神 是你下辈子 你才有福报 你才有福报 更不可以出心激励的 贪图他人的财富 贪人的财富 是人家流血流汗的 这不关我们的事情 一点都不可以贪婪 也不可以挥霍奢侈 挥霍奢侈 就是说 用的东西 用的实在是太好 好到不像话 比如说一个床铺 买了一个床铺 说哇 一百多万的 有的人去住旅社的 说住一天 三十六万 这样的不好 第二十七小段 叫做信心 第一百七十八句 信心 是智慧的根本 能够产生良好的德性 这一句就很重要了 诸位 对佛名信心 对法名信心 对僧名信心 他的法身会命就会断 对自己有信心 那很好 但是太过有信心 变成智慕 又不好 这个信心 是建立在真理和智慧之上 这个信心 是智慧的根本 再者诸位 今天我们对佛法身 三宝有信心 再者诸位 信为道言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你今天对三宝有信心 不管你在三宝 发生多么不愉快的事情 你一样 活得自在 你也了解 所有的众生 个人个人的习气 个人个人的优缺点 属于个人的行为 无关于真理 那么你就会放得下 看得开 所以信心是智慧的根本 能够产生良好的德性 因此在这里就 特别要交代一句话 破坏一个人 对三宝的信心 等同杀掉一尊未来佛 这个人对佛法身有信心 那你就要好好的在侧面上 一直鼓励他 一直鼓励他 好好的修行 他一直慢慢的 有潜入身 到最后成道 悟道 或者是爱念佛 求生净土 又成就了一尊佛道 主要用这种心态 来面对每一个众生 永远不要去破坏 任何一个人 对三宝的信心 这句话 讲出去 或者这个行为机制 做出去 会伤害佛法身 这个是千万要绝对禁止的 佛教多一个人 就有多一份力量 这句话虽然是很平淡 索然无味 但是这句话是很真诚跟贴切的 为了怕自己 要违背因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赞叹佛 赞叹法 赞叹生 对佛法身 三宝要有信心 那么信心慢慢就会开智慧 就会产生良好的德性 所以因此我们要了解 华元经讲 信为道言功德母 长养一切诸善根 所以信心的建立 是特别的重要 信心要坚弱磐石 不可动摇 对三宝的信心 要这样子 使人成道不言 意思就是 一个人 对三宝的信心 坚弱磐石 不可动摇 佛陀告诉我们 使人成道不言 这个人 成就道业已经不远了 第一百七十九句 内心不安定 的人也不明白 什么是好的教诲 对真理信念 常常动摇的人 此人将无法成就 圆满的智慧 还讲得好 讲得好 佛陀说 内心不安定的人 也不明白 什么是好的教诲 一味的排斥 对真理信念 动摇的人 此人将无法成就 圆满的智慧 为什么 内心呢 为什么会不安 内心的不安 最主要的 两种 一 对真理 不能深切的体认 所以内心会不安 对空意的思想 不能够弃入 所以他的内心会不安 对一切法 无我的真理 不能够领悟 所以他内心会不安 第二个条件 内心会不安的 就是无量节来 夹带的习气 会让他内心不安 两种力量 内心不安定的人 也不明白 什么是好的教诲 有的人 有的人 他根本不受教诲 他仅信自己 还有信睡觉 那你信什么教啊 我信睡觉 你信什么 有没有信佛法 佛法讲的那一套 因果 我根本不相信 有因果 这个就是 你教会 这众生 众生也不相信 有因果 众生也不相信 有佛法生 所以179句 就是内心不安定的人 也不明白 什么是好的教诲 他完全不接受 对真理信念 动摇的人 这个人 没有办法成就 圆满的智慧 第180句 有智慧的人 不为战欲 和毁谤所动摇 如同坚硬的严实 不被封所动摇 因为他了悟了一切法 如梦幻泡影 不实在 解释一下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不会被别人 所赞叹 他 就动摇他的心 这个心啊 心轻啊 快如啊 红毛 如天上的浮云 白云 哇 我这辈子 受人家赞叹 哎 有智慧的人 被人家赞叹 心碌碌不动 被人家毁谤 他的心 还是碌碌不动 如同坚硬的 岩石 不被风 所吹动 所以 邪惑的人 又有这样的定力 又有这样的定力 别人赞叹 我们 那我们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优点 那别人毁谤我们 我们自我检讨 是不是有这样的缺点 如果没有 或者是有 有这样的优点 我们随喜别人的赞叹 这是一种修养 那我们有这样的缺点 别人毁谤我们 正和我们 变成真上缘 所以 有智慧的人 会把一切的 毁谤 跟 赞叹 都会变成 自己修行 道业的真上缘 善于用心 必成佛道 你一定要会用心 要转念 不要别人赞叹我们 我们喜业 心喜若狂 也不要别人说 因为毁谤我们 而我们要起 懊恼的心 这样不是一个修行人 也不懂得法 赞叹 是患 如梦幻泡影 毁谤 也是如梦幻泡影 是佛弟子 做对得起 三宝 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 跟道德 对得起法律 其他就不必 管那么多了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不为 战意 和毁谤 所动摇 如同坚硬的 言识 不被风 所吹动 因为了悟了一切法 如梦幻泡影固 这个世间 没有实在的 第28 小段 解脱 第181句 除去自私的欲望 便可以治好 痛苦 讲得好 佛陀说 失忆太重 是一辈子 看医生 也治不好的病 再念一遍 第181句 除去自私的欲望 便可以治好 痛苦 我有很多痛苦 都是由自己的私欲 而来的 那么 失忆太重 就不得解脱 所以28小段 是讲解脱 第28小段 是讲解脱 第181句 是除去自私的欲望 这个自私两个字 就是什么都要为自己好 什么都要霸占 我好就好 不管其他人的死活 这个就是自私的欲望 如果出去 能够出去自私的欲望 便可以治好 一切的痛苦 底下这句就更重要了 底下这句 失忆太重 是一辈子看医生 也治不好的病 就是你不肯改掉 你那个自私的习惯性 那么你一辈子 看什么医生 这种心病也治不好 看什么医生 吃药也没有用 第182句 尽量帮助别人 而不贪求名利和果报 千万不可心存伤害别人的意念 而且务必要本着理智去做事 这就是达到自由和解脱的途径 解释一下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你要尽量帮助别人 帮助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可怜的人 可是现在的诈骗集团 太多 太多 你想帮助他 他是想办法在诈骗你 我举一个例子 广化律师 年轻的时候 跟师父一样 也是很热衷 做一切善事 这有一次他收到一封信 说这个人 快死掉了 没有钱了 需要书写 要不然会死亡 这广化律师就能拿着那封信 因为他是O型的 所以就快快快去找到那个柱子 找到那个人 那个是一个男人 六十几岁 类似退伍的军人 然后去的时候 门一开 按电门一开 他很健康 他拿了那封信 求救别人 说要书写 没有书写 会死亡 那广化律师就 古道心肠 一片的热忱 想要救人 他去的时候 跟他讲 你这里不是 有关于性命吗 要书写吗 他说我可以书写 那个人跟他回答说 你来做什么 我要的是钱 我要的是钱 那广化律师就 摇头 他说你拿钱给我 我去书写 他说钱我没有 但是我可以书写 书给你 他就知道 这个是骗人的 所以也很失望 现在变成 很多人 要做善事 可是不敢前进 发生事情 你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 所以我就 紧记 唱功的话 他说呀 我们骑摩托车 是人包铁 肉包铁 我们坐车 是铁来包这个肉 所以最好 还是坐车 这个开市真是好 所以我出去 尽量不骑摩托车 所以我们讲堂 法老师跟我讲 我们要买一辆 摩托车 我就非常的担心 这些法师很慈悲 都替我省钱 但是我就想到说 骑摩托车出去 有一次万一的话 撞到 躺在那边 爬不起来 变成植物人 那这钱花谁的 这植物人花去 上百万的 一辈子爬不起来 对不对 那你要花谁的 他爸爸妈妈 也没有说 他来出家的时候 放一笔钱放我这里 我都在考虑 那怎么办 你一个月 请一个玛利亚来 法师要有时间赔鱼 对不对 法师怎么会有时间 你要撞倒了植物人 所以我一直跟法师讲 最好是坐计程车 最好是坐计程车 对不对 计程车当然花你们的钱 怎么可以花师傅常住的钱 当然花你们自己的钱 对不对 那么法师都为了省钱 所以骑摩托车 我都很怕 万一有发生这种 这种事情 哇 这个就会非常麻烦 那法师出去 有戴那个帽子 看起来也不像法师 戴那个帽子 那也是我们在骑 我一直在身的谦告 没有必要真的不要骑摩托车 这是尽量坐计程车 要骑摩托车 可以 记得慢一点 稍微慢一点 发生事情 做在那一刹那之间 刹那之间 所以唱功的开始 我是比较认同 尽量用铁来包肉 大家都没有那么多钱 做捷银的 捷银的现在 对不对 你现在高铁 在捷银的二十块钱 就到了 是不是 所以啊 这个交通工具 还是要很小心 为了为了省钱 如性 如开如借钱 所以还是要小心 尽量帮助别人 不贪求名利和果报 千万不可以心存 伤害别人的意念 不可以伤害别人的意念 而且务必要 本着理智去做事 这就是达到自由 和解脱的途径 你要解脱 要自由 就是要这样做 尽量帮助别人 不贪求名利和果报 不可以心存伤害别人 而且要本着理智去做事 第183句 就如同棕李术 被连根拔起一样 永远不会再生长 当一个人的行为 包括思想和语言 没有丝毫的贪爱 憎恨和无知的时候 他将来也就不会再受 生老病死的折磨了 再念一遍 当一个人的行为 包括思想和言语 没有丝毫的贪爱 憎恨和无知的时候 他将来也就不会再受 生老病死的折磨了 就如同棕李术 连根被拔起一样 永远不会再生长 所以我们呢 把我们的贪真之 贪爱就是贪 憎恨就是恨 修道之人没有恨 爱恨交之 是不能成道的 所以在做诸位 当明天早上睡醒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能力做到 爱恨一笔勾销 在这诸位 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入一正道 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体会佛的心 记得 明天早上归零 归零 有人拿那个 日本的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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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路卡通 它有特意的体质 一路 它这个有灵异的体质 我看了这个卡通 觉得很好笑 它有点疑痴 有点笨 可是又很可爱 它有灵异体质 然后读书读不来 我看到那一段 记得最深刻的就是 他妈妈送他去写珠算 写了珠算以后 人家珠算 写了三个月半年 珠算就很厉害了 他的妈妈就问 因为他配音 一路是用台语配音的 一路啊 你那个珠算写了半年啊 那么写了什么呢 一路就带来 车几零 半年 半年 算盘要打 一定是车几零啊 他妈妈就问 你不就要表现一下 你装饭给半年 他就装饭带来 就每天都对老师的先生 这样说 车几零 写半年只会写 车几零 那么这个就是 鱼吃了 底下 今天呢 一定要把这个 剩下一点点 因为到 剩下十几句而已 一定要把它念完 十几句而已 一百八十四句 可以导致宁静和智慧的途径 就是八正道 一 要有正当的了解 就是要正见了 你没有正确的了解 人生跟宇宙 没有正见 保证你这辈子 活得痛不一生 什么都是痛苦 什么都是压力 第二 正当的思考 就是有正思维 用智慧 用智慧 就是正思维 正当的思考 第三 正当的原语 就是正语 就是我们讲话的时候 就是要给对方 鼓励 要给对方 人生的启发 正当的语言 正当的原语的意思 就是正语 也就是我们这个讲话 是最高的艺术 为什么师傅一直强调这一句呢 因为你内心里面的贪嗔痴 没有人知道 可是这个讲话 它是所有的生活里面 它都会碰上的 所有的生活里面 都会碰上的 所以正当的原语 就是正语 第四 正当的行为 就是正业 正当的行为 我们呢 深口意 一切都是业 深业 与业 异业 所以要有正当的行为 你才有正业 所以深口意 要有正当的行为 所作所为 要符合道德 良心 因果 和国家的法令 第五 要正当的职业 我们每一个人 要养活自己 所以正当的职业 叫做正命 所以在座诸位 佛弟子 选择职业 是很重要的 欺人啊 狂人 不行 或者杀身啊 卖淫啊 这个都不可以 欺骗诈骗集团 通通不行 你要选择一个正当的职业 来养活你自己 叫做正命 所以这个正当的职业 是很重要 凡是涉及到 严重的 违反国家的法令的 你尽量不要去做 从中啊 欺啊 诈拐啊 骗啊 那么你将来 会面对国家的法律的 第六 正当的努力 就是正经进啊 正经进 这正经进啊 包括四出世间法 你要完成世间法的事业 要正经进 你要听经文法 成就你的道业 也是要正经进 第七 正当的意念 就是正念啊 我们不可以有邪念 不可以有邪念 第八 要正当的禅定 就是正定啊 正定 剩下一点点啊 我们把它讲完 第一百八十五句 禅定不生于缺乏智慧的人 智慧也不生于 没有禅定的人 同时有了禅定和智慧 就接近没有烦恼的境界了 啊 所以啊 所谓啊 定服烦恼贼啊 会杀无名妇 解释一下 说禅定 不生于缺乏智慧的人 你想要开智慧 你的心一定要定 简单讲 这是不受外在的生命法的 有违法的影响 心碌碌不动 所以禅定啊 不生于缺乏智慧的人 换句话说 有智慧的人 他的心就会慢慢的进入禅定的功夫 不在意 对这些向上的东西 会完全守住这颗真心 这颗剥落的智慧心 所以禅定不生于缺乏智慧的人 智慧也不生于没有禅定的人 智慧 你要产生智慧 那么没有禅定是不可能的 同时有的禅定和智慧 就接近的没有烦恼 我们的心定不下来 就有烦恼 我们的心没有智慧 心就会烦恼 所谓定服烦恼贼 会杀无名妇 定 我们心里有定 就可以服这个烦恼的贼 这个烦恼像贼一样 定服烦恼贼 但是如果有会就不一样了 会杀无名妇 我们无量解来 以无名为妇 贪爱为母 所以因此我们的六道轮回 无名为妇 贪爱为母 这个就是我们来投胎转世的原因 所以我们的父母 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的肉身的爸爸跟妈妈 其实是自己的业力 我们的业力是怎么来的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是真正的父母 如果没有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我们这辈子不会来投胎 所以投胎转世 不是爸爸妈妈的问题 还是我们自己的业力 所牵引来的 第二十九小段 精勤 第一百八十六句 从今天开始 一个人应当努力改进他的心智 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 诸位 这一句就是一种特别的警惕 我们什么时候死亡 没有人知道 所以 做多少算多少 因为法身会命不会断灭 再者诸位 你今天怎么能够坐在文书讲堂台下 来听师父的开示 来听佛陀的格言 很简单 那是诸位前世 又种下这个善根 你前世也一定在努力的改善你的心智 只是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所以这辈子再来 因为善业 所以现在又接近了正法的道场 让大家听见文法 所以这句 再念一遍一百八十六句 从今天开始 一个人应当努力改进他的心智 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 就那 就孔子讲的 招文道 细死可以 早上听到了正道 晚上 到了傍晚 死了也没关系 有的人 浑浑噜噜噜 迷迷糊糊的过一辈子 活到一百岁 一百二十岁 那有什么用 有用的话 活了几十岁 够用 法身灰命 已经开展出来了 可是 如果没有 改善他的心智 增长他的法身灰命 那么活再久 有什么用 对不对 那有的人 活得对社会没贡献 还一直伤害 这个社会 那你想想看 活着有什么意义 所以世间人不是造善业 就是造恶业 很少人造这个清净的无漏业 为佛陀友 所以在座诸位 你们是多么的幸运 多么的幸福 沐浑在佛陀的真理阳光之下 在座诸位是值得赞叹 第187句 不被诵是读经的污贡 不勤勉是持家的污贡 懒惰是皮肤的污贡 放荡是启发心智的污贡 解释一下 不被诵 是读经的污贡 就是说 我们听经文法 要把这些好的句子 背诵下来 或者经典背诵下来 诸位 一个人丧失了记忆 就等于丧失了生命 一个人失去记忆 你看了有一部片 日本片子 叫做明日记忆 好像是渡边迁 渡边演的 他那个就是后脑萎缩 后脑萎缩 小脑萎缩 再来 他的脑部一直萎缩 一直萎缩 结果都记不得了 这个当然是 从中间解析一点点 他的老婆 为了这个也很苦恼 任何的医生 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 后来他到一个 自己跑跑 跑到一个山上去 他老婆就找到 找到他 在半路交接的时候 两个对上眼的时候 他说 你叫做什么名字 他老婆就说 我叫做什么名字 他说 这个名字很好听 你是谁 这个名字很好听 我认识你吗 他跟他生孩子 他的老公 他的老公 失去记忆了 自己大脑萎缩了 连要去上班的住址都找不到 连要去上班的住址都找不到 他就在社苦 下去以后 怎么找都找不到他的公司 他还是一个主管 我看到那个明日记忆 那个片子看得很感触 非常的感触 非常的感触 所以一个人如果碰到这样子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在座诸位 你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 好好的用功 千万不要丧失记忆 丧失记忆 那我们就麻烦了 就麻烦了 所以不背诵 是读经的误购 诸位 年岁大的很悲惨 怎么悲惨呢 来到文书 比如说 你今天经过二三十年 我们都老了 那师傅的头脑还是很正常 那那么你来的时候 书哥啊 我是什么人 他第一句话就会回答 啊 我们自己的人啦 书哥啊 我是什么名字 啊 我没你啦 第三个问问 你不过我 真正的名字是啥 阿兔那个耶稣娘 那个何祖母 讲不出来哦 真的 你不要笑哦 不便宜 三十年来 你看到师父就会变成这样子 他就那个耶稣娘 那个耶稣 佛祖父祖母 这样 到后就是那个母 没记得我 这个响入法术啦 你那个佛祖 滑来滑去 有一个 那个母 很轻轻 就是明日记忆 一个人得到这样的病哦 掉眼泪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家里人如果出一个这样子 完全丧失记忆的人 那看怎么办 走出去 跑不回来 所以我在准备说 年岁我如果年岁渐渐大 我请我们法博士帮我挂一个柱子在这里 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这里一定要刻电话号码 刻在这里 还有柱子要刻在这里 法叔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这个我叫 因为没记住了 法叔你住哪一根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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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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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廚房去 突然那個腦筋停頓 不曉得要拿什麼東西 後來又回來客廳 又去廚房 在客廳想到了 又去廚房 又忘了 他才七十歲而已 後來想到了 所以在座主委 你們一定要把身體照顧好 這個就是不背誦 今天會稍微晚一點 最慢六點 沒辦法這是最後一點點 總不能留到下一次 第187句 不背誦是獨經的污垢 不勤勉是持家的污垢 不勤勉就是你要勤儉持家 不勤勉是持家的污垢 所以要勤勉 台灣朋友說要鼓勵 要鼓勵 要鼓勵 就是這樣 懶惰是皮膚的污垢 為什麼懶惰是皮膚的污垢呢 因為這個皮膚總是好好的 好好的 為什麼 不肯吃苦的意思 懶惰是皮膚的污垢 這個怕皮膚受傷 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做不來 那麼這個就不行 所以懶惰是皮膚的污垢 有不肯吃苦的人 這輩子永遠不能成就 放蕩 是啟發心智的污垢 也就是心收射不回來 一放出去以後 收射不回來 剩下少數幾句 總共192句 快結束了 第188句 工作努力 精情不懈 內心充滿智慧 並且不怕為難的人 會有好的果報 第188句 一個人 能夠 在任何的時空 他的工作很努力 精情不懈 內心充滿智慧 並且不怕為難的人 不怕危險困難的意思 危難就是危險 難就是困難 危難 那麼並且不怕 危險和困難的人 會有好的果報 所以在這之外 我們都是義工 今天來在這裡做義工 你們各所各人的崗位 那我們這裡的義工 真的似乎非常的讚嘆 無論是內壇 無論是外壇 大家真的都盡力 這個只是看到師父 認為非常安慰的地方 我們這裡南中義工 真的很了不起 一呼就擺印 很少這個道場 南中義工有這麼多的 文書講堂 福報真是大 真是大 你一百八十九句 一笨無知的人 毫無忌憚地 知情放逸 但聰明的人 且保持努力不懈 視勤奮為無上珍寶 一笨無知的人 毫無忌憚 就是放中自己的欲望 叫做失控 知情放逸 現在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年輕人很少要寫佛的 很少要寫佛的 現在一看 只要一道 什麼 什麼 舞會啊 舞廳啊 或者大型的 都是三天三夜的 還吃那個 什麼 什麼搖頭丸啊 還是什麼丸 我也不知道 搖頭丸大概吃下去 會一直搖頭吧 是不是這樣子 要不然為什麼叫做這個名字 我們每次過也不曉得 因為只是看報紙這樣登的 那你看 聽說 這個報紙登的 說那個 那個肯丁啊 大型的演唱會啊 玩的時候 地上好幾頓的垃圾 地上好幾頓的垃圾 我們現在的中秋節也是 啊 中秋節 這中秋節 某一個特定的地區 開放 讓你烤肉 結果你知道嗎 苦的那一些啊 清潔工 苦的那些清潔工 啊 說啊 烤一天的肉 那些剩下來的垃圾 那個鐵絲網 把它集合起來 清炒起來 說八百萬噸 嚇死人了 很多很多的那個垃圾 多到全台灣省說 好幾百萬噸的垃圾 一天的烤肉 對不對 那眾生反正就是要這樣才能過日子嘛 啊 中秋節就是這樣 我們 節慶日啊 這個還是政府合法的 但是現在講的是 愚笨 無知的人 毫無忌憚的 知情放逸 就是為了財啊 色啊 名啊 利益啊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娛樂 啊 今天呢 報紙燈的我嚇一跳 哇 那個 蘋果日報燈 有一個小女孩 16歲 她到新竹啊 遊樂園 新竹遊樂園 去做什麼 做那個 雲霄飛車 最快速的一小時 一百二十二公里 她是一直旋轉的 一直旋轉的 你知道嗎 做到一半的時候 這個少女16歲 她人很健康的啊 突然之間 心臟 麻痹 心臟麻痹 下來的時候 沒有生命跡象 沒有生命跡象 一直救 一直救 救 救起來了 結果 沒有死 沒有死 現在怎麼樣 植物人 16歲的美少女 做一次旋轉的 銀霄飛車 這樣子 現在變植物人 她的爸爸媽媽 多麼的傷心 然後啊 就變成 每天啊 按她的手 按她的腳啊 這樣子 像我們啊 法師就 不敢去做這種 因為 也怕 撕威儀啦 不過我做那個 通常不會叫的 因為我去日本 東京迪士尼樂園 看到那張票 一千多塊 實在是真不敢 心 啊 這銀霄飛車 我們不敢做 啊 其實做那個太空張 裡面暗暗的 人家也不認識 威力法師 就去了 前面做那個日本的小姐 叫到不像話 啊 啊 我都不敢叫 因為我法師 我不能叫一個 我叫人會知道 我會在法師 啊 沒辦法啊 那張票千多塊 沒多少了不起啊 我們也要為了省錢 還是要做做做做做做 裡面寫 那你看看 只要做一次而已 這世間你說享受 是這個快樂嗎 也不見得 也不見得 啊 所以你說這世間 什麼是真正的快樂 應該是講 學佛的人最快樂 這是舉一個例子 但是聰明的人 卻保持努力不懈 視勤奮為無上珍寶 一百九十 啊 自己才是自己的保護者 自己才是自己的依靠者 所以你們要好好地 調異自己的身心 宛如馬上 調異出一匹兩馬 唸一遍 剩下兩句 一百九十句 說自己才是自己的保護者 所以在座諸位 為什麼自己才是自己的保護者呢 你今天你講話不傷人 你的行為機制完全清淨 內心充滿智慧跟理性 一記二口都不會說 你想想看 講起話來都是給人家鼓勵 給人家愛心信心 主委 雖然你把這個慈悲散播出去 人家就會改變對你的態度 當然自己才是自己的保護者 主委 自己不保護自己 誰能夠保護你啊 你自己的口業這麼惡劣 每次都是這樣講起話來 三腳六乞 因為這國際實在很難翻 三腳六乞 沒辦法翻 那你怎麼辦 你每次講話都傷人 每次講話都傷人 你內佛有什麼用 你能保護自己嗎 對不對 你到處樹立敵人 你怎麼保護自己啊 是不是 所以自己才是自己的保護者 那你怕將來的因果 自己要做所謂 不要違背因果嘛 自己才是自己的依靠者 你要依靠誰 當然要依靠自己的身心嘛 所以要好好的調育自己的身邊啊 啊 的身心啊 啊 所以要好好的調育自己的身心 把身體調健康 心靈要陽光 心靈要陽光啊 啊 心靈如果充滿的 一次 沒智慧 心靈就沒有陽光啊 就黑暗面了 所以我們聽經文法 就是心靈走上陽光 生命就會面向陽光 萬如馬上啊 調育出一匹兩馬 啊 賣馬的人啊 要調育一匹兩馬出來 我們能夠調育身心 我們就是一匹兩馬 好的馬 千里馬 對不對 啊 不是一匹一匹啊 病馬 是自依止 法依止 莫依依止 第191頁 191句 最後兩句 你自己應當好好努力為善 因為完美的聖者 只能告訴你該走的道路 其他 都得自己來 所以在座諸位 身心不能取代啊 你看佛多在世就是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這個道理 就認為我念佛 佛就一定會加倍我 對不對 要靠佛 當然 佛是很重要的真上眼 可是自己呢 卻不肯用功 不肯依真理而行事 也不能調育自佛 主位 如果靠佛可以成道 很簡單 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 當時在世的時候 那個阿難 一直問問題 扔眼睛就是他 阿難裝不懂 他還是一直問 一直問 才有整部扔眼睛咯 好 那釋迦摩尼佛 為什麼不說 阿難 來 你跪下來 你不用修行了 來 我釋迦摩尼佛 直接就給你加持 讓你成道 有這麼好事嗎 加持是真上眼 內心自己修行是親陰眼 親陰眼加上真上眼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們現在修淨土法 我們不了解 就是我靈命中 要靠阿彌陀佛來接引 可是他的心從來沒有亮過 從來沒有亮過 大車大物不一樣 大車民心見心的時候 開發心境 光明無量的光明 念一記佛 佛就現前 念一記佛 佛就現前 為什麼 乾淨的靜置 完全清淨的靜置 任何的東西來 都可以反射的 所以 明心見心的人念佛 靈命中往生極樂世界 說來 其實沒有來 阿彌陀佛是成佛 他哪裡有來去 簡單講 借引往生極樂世界 是對眾生講的 阿彌陀佛 法身沒有來跟去的 講見往生淨土 是對眾生講的 所以 若生 死不生 說去死不去 就是這個道理 大物見性 大家都知道 法身並沒有什麼來去生命 真簡單的 所以我們一般人修淨土的人 不了解 一定要說 靈命中要靠阿彌陀佛 這個觀念 對一半 記得 一定要靠自己 好好的 守戒 諸如此 眾善奉行 清淨我們自己的身心 靈命中 神可以清淨 在座諸位 立刻 就轉到極樂世界 那很多人講 看到經典去說 如果有無逆十惡重罪 靈命中受到三知識的欠化 十念就可以往生 我說 這個叫做高空走鋼索 你知道嗎 高空走鋼索的修行就是 很危險的 活著的時候拼命的造業 然後 曲解的經典 誤會的經典 認為我靈命中 念十念就可以往生 再做諸位 靈命中造惡業的人 平常造惡業的人 靈命中不會善終的 惡業在靈命中 他就纏繞著你的時候 病苦一來 你的厭親債主一來 這位沒有辦法控制的 這個就是修淨土的人那麼多 為什麼往生的人那麼少 就是錯誤的觀念 認為自己智力不重要 智力是最重要的 而他把它忽略了 這個就是最悲哀的 最悲哀的 所以你想想看 你的心 就像一面鏡子來比喻 在座諸位 這面鏡子 鏡子如果說 插上一層黑幕 黑幕 那麼 太陽光來 你能不能反射 當然不能反射 你能反射嗎 沒有作用 你的心充滿著無名 貪嗔之 沒有錯 你心裡是想說 靈命中借助阿彌陀來接引 行嗎 人家是感應道教難思義 能力所理性空極 感應道教難思義 我此道場如地珠 阿 這個 都不懂得經典 自己看自己 聽自己誤會佛的意思 人家的念念從心起 念念從心起是從真心的 不是從忘心的 我現在請問你 有一個比丘來 那助盲逢 我說法師你做什麼 他說我一心念佛 我說好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念佛一生功德無量 禮佛一拜 罪滅何殺 來試說說看 你念多少佛 他念二十幾年了 助盲逢拼了老命來念佛 念佛一生功德無量 禮佛一拜 罪滅何殺 那你念了二十幾年 早就罪滅何殺了 你到底懂嗎 不會 一點都回答不出來 我說這個叫做 自信佛在念 念佛一生功德無量 雖念沒有能念所念 這句通達本性 本性當然是無量功德 理佛拜佛 當然能理是空 手理也是空 佛是自信做 哪的心外可以求佛 不懂的道理 念佛拜佛 有什麼用呢 頭撞破了 也沒有用 喉嚨喊破了 有什麼用 沒有用的 我們對第一地不瞭解 喊破討容也枉然 所以我就告訴這個比丘 為什麼講 念佛一生功德無量 理佛一拜 罪滅何殺 這個道理從何來能夠接得上 這個就是接 這個就是本性在用功 叫做念佛一生功德無量 念佛一生一其一切 這一生就等同悉空 一其一切一切一切 這本性在念佛 才能講成功德無量 不然你念多少斧了 對不對 一天就三萬四萬五萬 參佛的價格 每天都跟佛在計較 禮佛一拜 罪滅何殺 你這個道理講得通嗎 不通 所以念佛 都用自己的觀念 不聽善知識的開示 不聽善知識的講解 自己參 自己悟走偏了 自己也不知道 不曉得這個到底是什麼含義 這個就是生命當中的不圓滿 雖然有聽到佛法 可是沒有聽到最上聖最究竟的法 是很可惜的 所以師父 那一套第一義地 是很重要的 不曉得你們那個光環 有沒有請各位尊敬的義工 要帶回去看 知道嗎 那個第一義地 有善知 那個很重要的 我這次失算 彰化提議館 它的邀請 那個主辦的邀請 我想特董這次 是要有很親 兩天不敢來請 所以我五十分鐘 講給出去 很多人都說 打電話來 火力法師 頭經五十分聽 後面點半小時都聽不懂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想這個特董的不敢來請 我們要去演講 就說我親才有 我們才有追準 對不對 我如果沒有講過 因為你不知道我讀大學 我如果沒有講過 你不知道我會聽到 這講過了 他們應該不會來請 結果 剛才相反 講過了 他就整個旁 旁啊 都來啊 還是跟你想規定 我們明年 拜託師父 還是要彰化提議館的演講 不得不答應他 所以是明年 農曆七月初十啦 農曆七月初十啦 那一天呢 法務司就不要安排 這個課程 農曆七月初十啦 算一算看看 國立幾月幾號 他們對生的有興趣 這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沒有想到呼叫的水平啊 這麼樣子的高 這麼樣子的高 底下一千多位法師 那麼台上台下 很多的居士啊 最後一句 一百九十二句 甚至像這個 甚至像這 這麼完美的正法 而 甚至像 這麼完美的正法 如果你貪質了他 那就是對真理 正法不了解 佛陀所有的教戒 都是像 一條 木法 使用來 渡過河流 而 不是功能 直取的 最後一句 再念一遍 解釋一下 甚至 像佛陀講的 這麼完美的正法 你都不能去執著 如果你貪質了這個正法 那就是對真理 那就是對真理正法不了解 那就是對真理正法不了解 也就是說 任何法都不能執著 法善因舍何況非法 所以佛陀所有的教戒 都是像一條 木法是用來 渡過河流的 而不是功能 直取的 而不是功能 不是讓你執著的 再念一遍 192句 最後一句 佛陀 甚至像 這麼完美的正法 如果你貪質了它 那就是對真理沒有了解 佛陀所有的教戒 都像一條木法 是用來渡過河流 而不是功能 直取的 最後 師父 用四句話 來勉勵大家 四句話 佛弟子 因終於真實 不可欺負於虚偽 佛弟子 總要活在真實 無論別人 多麼贊叹我們 我們要活在真實 如果不真實 就變成欺負於虚偽 所以最後一句 要勉勵 佛弟子 因終於真實 不可以欺負於虚偽 意思就是虚偽的事 不要去做 再來 美德比美貌更迷人 智慧比刀劍更有利 這句話 你一定要寫下來 美德比美貌更迷人 在座諸位 一個美女 美貌貌相很莊嚴的人 可是你一接近她 誰誰念 沒有什麼氣質 哦 那麼 她這個美貌 就沒有什麼 可以值得你吸引的 能看一下 就像一朵花 沒有香氣一樣的 各位 美貌如果是一朵花 美德就像香氣一樣 香氣一樣 如果說 這朵花 不是很圓滿的漂亮 可是它香氣鋪鼻 我想你會欣賞的 所以 美德比美貌更迷人 當然 美貌跟美德 如果 同時存在 那麼就是最好的了 啊 兩者 兩者 如果取其一 記得 寧可取美德的人 不要取美貌的人 記得師父的話 美德 比美貌更迷人 所以我們 佛弟子判斷一個人 不是他的外貌 是他內在的德性 智慧 比刀劍更有力 刀跟劍 力道不大 能砍斷 木頭 砍斷鋼筋 但是 不能砍斷煩惱 世界上哪一種 利刃可以砍斷煩惱的 不是刀 也不是劍 是什麽 就是智慧 所以這個 般若智慧 對佛弟子來講 是 非常重要的 再念一遍 美德比美貌更迷人 智慧 比刀劍更有力 最后兩句 真理是讓我們來實踐和奉行的 不是聽聽而已 真理 佛陀所講的這個真理 是讓我們來奉行 來實踐的 再次諸位 你千萬今天不要來聽聽師父的開示 回去 忘了 就隔著 不要這樣子 最後一句 人生如下棋 有堅定意志和大智慧的人會贏 在念一遍 人生如下棋 人生就像在下棋一樣 兩金交戰嗎 就是真如跟無名交戰嗎 人生如下棋 有堅定意志和大智慧的人會贏 就是你一定要堅定你的意志 來開發你的大智慧的人 這個就會贏 這個 你的人生就會贏 贏面比較多 贏面比較多 所以最後這四句話 師父在念一遍 佛陀之因忠於真實 不可欺負於虛偽 美德 比美貌更迷人 智慧比刀劍更有利 真理是讓我們來實踐和奉行的 不是聽聽而已 人生如下棋 有堅定的意志和大智慧的人會贏 好 今天呢 因為它是最後一點點 那麼師父也不想要把它拖延到農曆年 農曆年 農曆年再開示更深 更深的這個心法 那麼佛陀的格言我覺得是非常好 它出錢也非常的受用 非常的受用 我們花了五次 五次的音言 把這個佛陀格言全部講完了 那麼今天算是一種例外 因為沒辦法 這再拖下去 就不想要等到何年何夜何日才講完 所以我們稍微勉強一下 讓大家餓了肚子 是不是啊 聽說有花麵包 是不是啊 吃完了嗎 還沒有吃是吧 不知道老人在給我 你知道嗎 我也是說得很辛苦 好 最後 好 最後 謝謝 謝謝 真的聽說到底會跟師父高中只有你而已 這樣很好 非常 我們互動良好 互動 水流法會 就麻煩在座主委 祖長還有麻煩在座主委 義工 你們都是佛陀的寶貝 佛陀非常的讚嘆大家 希望每一個祖長要負擔起真正的責任 祖長是做這個不是做假的 我就做長 有做就沒長這樣 這樣不好 總管總管 我們都要管 要負擔起來 負擔起這個責任 好 那麼水流快到了 下個月就到了 感謝各位祖長 各位義工 請合掌 回向 願以此功德 蕭哉在座兩位法師 蕭哉諸位護法居士大德 回向本講堂蕭哉 典登及亡靈牌位拔肚子 回向文殊講堂蕭哉南投仰德禪士 那谷他一切亡靈 回向文殊講堂蕭哉花蓮佛心士 那谷他一切亡靈 上報是從恩 夏季三獨古 若有見聞者 細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果 願生西方淨土中 上品蓮花為父母 花開見佛勿無聲 不退菩薩為伴侶 對不起 耽誤大家一點時間 I'm sorry 下課